大家好 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節目 《軍武器言》 大家的節目主持 Larry 這一節回來《軍武器言》和《科學生之Grossover》的節目 近期多謝大家給了資料 講到節目名字那件事 大家都有很多意見訂出來的 暫時我和陳博都收集到大家的意見 仍然在決定 新節目名字都未能出來 我們再看多一點 Feedback 所以大家仍然可以Flow出來 訂一些名字 你覺得是你喜歡的 《軍武器言》和《科學生之Grossover》兩邊的概念 你覺得都能表達到呢? 仍然可以在留言那裡跟我們講多一點 好 我們今天會和陳博一起去鑽研一個話題 就講一個戰略資源 電池這件事 如果說電池這件事 當然就不是大家講一些不心電的事 就很明顯 例如在戰場上的武器也好 民用的市場也好 其實現在電池都成為了大家生活得很滑絕的東西 也都在移動 很多現在的Moveable Parts 移動電子東西 你見到電池其實都是會佔據了 那個產品一個很重要的cycle成本和科研上面 所以我們今天會和大家討論一下 無論在武器上 市場上和接下來的戰略發展上面 電池佔據了什麼地位 和中國和美國兩大國的爭霸裡面的電池上面 他們現在的爭奪 他們的位置又在哪裡呢? 今天都會和陳博一起剖析一下 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記得幫忙 包括在科學新資和軍會器人兩個page上面 給like 還有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 好 我們和陳博帶個招呼 陳博你好 Larry好 大家好 是的 我們今天要講到的問題就是這些戰略資源 那些什麼石油 能源發射武器 我覺得都已經過氣了 一講 大家一定是講電池的了 我們今天講的電池就是electromagnetic那隻電池 不是那隻電池 而是電池的爭奪戰 首先就想請教陳博 你怎麼去看電池 為什麼現在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就是以前的年代就可能是爭什麼呢? 就爭例如炭 爭例如石油 煤 那現在為什麼會去到電池這個部分 就是究竟那個社會的推動 或者戰略資源那個轉移的位置 為什麼會去到尤其是在你電池的爭奪上面呢? 這裏不妨用一個比較闊的角度去看 首先我問一下Larry 你 如果說那些是工業革命以前的那些戰爭 就是譬如你想一下 成吉思汗怎麼去征服歐亞大陸 甚至乎再遠一點 你說漢朝那裏 漢武帝 什麼北俗兇奴 南平百月 古代的這些戰爭 如果我要用起能源 那些能源多數是用在那個戰爭的哪個範疇那裏 如果你猜的話 嘩 那些能源啊? 那可能第一就是那些苦寒之地的保暖 是啊 是啊 然後就可能要在運送上面有能源的消耗 也都可能 可能後一點 就是說你需要用到火的地方 就是說你煮東西吃 是啊 還有你運送能源的需要 你以前是沒有那些機器的 你是所謂的運送能源的需要 你就是要餵飽士兵 士兵用腳走的 或者你餵飽隻馬 隻馬用腳走的 是不是? 就是很多時候講的 古代的那種戰爭能源需要 是很多時候最後是供給了人和那個馬的糧食資源 然後最後整個戰爭呢 就算武器的力量 都是以一個人的力量去體現出來的 你可以把刀劈得厲害不厲害 是不是? 然後你的武器頭窄得遠不遠 其實背地裡都是需要你貫注用人的肌肉力量下去的 所以你說古代的戰爭呢 很多時候能源最基本的東西 是和糧草的概念差不多一樣的 那當然也有你所說的 哦 你會是需要燃燒保暖一些東西 那也都有可能有其他通訊需要的時候 其實你也都是在燃燒一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古代你說如果說能量消耗需要 很多時候就在那個人力速力糧食需要那裡 到了好了 後來蒙古 那你也知道了 有火藥的運用 那不要理會火藥哪裡發明先呢? 你做火藥其實是令到你運用能量的密度更加高 就是說你由提煉這個火藥運用這個火藥 有部分的能量 就是那種化學能 不是拿來給人吃了肚子 不是給畜生吃了肚子的那些化學能 那個在整個戰爭的需要的百分比提高了 那從這裡你想去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如果譬如說問Nary 你去到一戰二戰的時候 你會覺得在一場戰爭裡面 大部分的能量是消耗了去哪裡呢? 我覺得大部分的能量 第一就是那些移動的東西 包括你說做運送 或者他們開始有飛機 也有坦克 就是這些現代的大型的transportation上面 你就會開始有要用到化學能 都幾大量使用 是的 都是停留在運輸層面 不過是機器運輸 是不是? 然後還沒有計算 就是你去提煉這堆這樣的東西 那堆原材料 還有最後二戰結束那一下 你怎樣去整成那顆 去到玩到核能的時候 就是其實你無論是在一個戰爭 已經不是由人同速了 那個能量消耗就轉移了去武器運輸 還有武器自己的破壞力本身那裡 是不是? 這個還是去到二戰 如果數到現在 你說譬如由20世紀90年代開始 電子戰爭的概念 那你就知道其實就是說 又有一部分開啟了 就是未來你需要高度電子化 電腦化、自動化的時候 就需要有一部分的能量 是擺了去維持這套系統那裡 譬如你的雷達系統 譬如你的電腦運算系統 和你的通訊系統 還有未來甚至乎說到 武器那些激光武器 電池、彈射武器 直接能量貫注系統 那這些東西全部它是用什麼的呢? 你都可以說它可以用發射能 但是在你埋牙那一刻 你真的要發射激光 其實你最主要就是有一個供電系統給它 你那些電由哪裏來不重要 但是你本身就是行電的 那些東西本身 你不是說駁個馬達去 去激光導激光跟你射 不是的 是裡面有一些電腦在那裡 所以你會發覺那個電能 而且就是用在那個電子元件那方面的電能 是有一個突然之間大的需求在那裡 那你想一下以前 古代戰爭時代 什麼是戰略物資? 糧食是戰略物資 到今時今日都是 到一戰二戰的時候 變成什麼是戰略物資? 都參與了 就是那些化學能本身 化學材料 甚至乎你去到化學武器 核子武器就連它們都變成戰略物資 到今時今日你如果 呼應回我們剛才所說 去到那個電子供電系統那些電 去幫你去儲電的那些東西 佔的份額會 佔的能量份額越來越高的時候 那些東西就自動變成為戰略物資 所以其實去到簡單到電池都可以 供電系統都變成了一個戰略物資 是不是? 好 陳博我暫亂你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講起今天帶出一個主題 其中一個我最近看過消息 就是來自CMP 來自CMP 這個事情 它說到現在中國發明了 或者是四什麼什麼的電池 它說現在它在電量上似乎在電池的科技上 說到自己突然間有一個突破、領先那些情況 當我們這樣看就沒有什麼很大的數據 可以顯示它究竟電池有多優秀、有多厲害 如果你在行程這麼貼的情況 其實你怎麼看現在中國在說這一隻的電池 又甚至或者是說 它裡面也有評論到就是美國用Flywheel 就是用飛輪式的設計等等有什麼不好 你怎麼看現在他們那個中美的電池 鋰電池什麼都好 那個情況那個status呢? 首先你扔開Flywheel那些東西 因為那些通常牽涉動力系統的東西 就和你電子系統的東西是另一回事 基本上你在任何的軍事武器上面 你準備將那些能源怎麼用 你就最好儲存的時候用一個接近它的形式 如果你是這件事要走要動的 那你就可能去到一些飛輪Flywheel那些系統 但是現在我們剛才講到的是那些電子元件的部分 那接下來大家聽開我們的節目都知道的 講到未來世界、未來戰爭的那個電子元件 很多東西牽涉到什麼呢? 防禦系統的話 它的雷達偵測那些這樣的傳訊系統 甚至乎運算加密那些系統 是不是?戰略判斷上你怎麼去運算、運籌那些東西 那指揮系統也是一樣的 然後去到你攻擊的時候去定位 去直接的可能激光能量要貫注的 那這些全部你發覺都是行電的 而且很多時候還要行直流電的 那所以為什麼其實直流電 就是高功率的直流電技術 和那個高表現的直流電技術 都會成為一個戰略的技術 那這個大家會很容易明白得到 那就是南華早報這個文章 我就嘗試都找過它講的那隻電池 那當然它就整個電池本身 多了些什麼的設計是怎麼樣呢? 那它就是守秘密的 那但是其實很容易感受到 它是一種材料科技上的突破 那首先電池、鋰電池這件事 日本人一早就發明了出來 你怎麼把它弄得大、電量儲得高 那純粹就只是一個材料上的問題 還有一個工藝上的問題 你怎麼能夠將那種 譬如說氫氧化鯉 或者是叫做碳酸鈣 Lithium碳酸鈣的混合物 兩種是哪一種 把它鋪到很平的一個薄膜 然後就用一層的電解質把它鋪平 包著一張好像捲炮掌那樣捲起來 令它儲電儲很多呢?這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工藝生產上的問題 還有如果你能夠找到更加好的材料 去令到它整個那個能源消耗、電阻減低 那你整個電池的效能也都會提高 而同時另外一樣我們需要都很想的 就是你整個電池的儲存效能提高 你需要怎麼去設計 令到它更加安全呢? 其實都重要的 似乎在這裏中國大陸今次討論這個電池上面 就是只是講它那個儲電量的表現 還有那個回電能力 那是比較優秀的 那其他方面那些就沒有什麼資料可以提供 那這件事會不會令它帶來一個 在不只是量 而在質方面一個非常之大的飛躍呢? 那我都會說絕對不會 是不是人家沒有了它會死呢? 那也都不會的 那但是是不是一個優勢呢? 那都是一個優勢來的 那就是它始終能夠聲稱 給人家做到儲電量更高 回電能力更加好的一個材料 去做這個鋁電池 那於是乎就令到呢 將來去未來做任何東西都好 可以用一個更少的重量 去包裝著更加多的能量 那如果在講飛行器 負載重能量多就飛得遠了 然後就回電化的時候 對於那些激光系統、雷達系統的表現就好了 可以從事更加快速的運算 反應能力更加快 那就是在這裡看到 都是一個中國它在研究鋁電池上的一個進步 但是我會說整個鋁電池的 視為一個戰略物資、戰略技術的博弈呢 現在才是剛剛開始 那就是如果大家再看大一點呢 你就知道整個分勝負高低 就不會說純粹由你一個電池 叫做給別人好幾%就可以決到的勝負 嗯 因為我想呢 就是 那個威力其實都很大 甚至乎呢 現在我們講的那些 就是全電推動的軍艦等等 那些都常見 所以呢 都要問一下呢 陳博士 就是現在在那個鋁電池的資源爭奪戰裡面呢 那中國呢 我們經常講的那個市佔率呢 就是那個 你說鋁電池製造啊等等 就是經常都聽的 就說呢 就是什麼領先啊 或者是它本身的市場份額很大 那樣 那但是就 你說它本身份額大 那個Marketing是做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在那個資源的制高點上面來看呢 那其實它是不是都還是佔盡優勢 或者是接下來的行業發展就要 就是那個話語權就要看它的頭 那你都知道 中國大陸在這些擴產資源裡面 它都很早看到就是那個 就是優勢在哪裡了 你能夠佔領著 由個源頭上面佔領著一些 對於製造先進科技的重要材料呢 都是其中一個種去增強自己的震懾力 和影響力的一個方法來的 那其中你說稀土 那如果你要製造精密電子元件 你要有一些稀土 譬如叫什麼Germanium Gallium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它們是掌握著那個擴產資源 就是它們會周圍去搜購那些擴產 它們會連結在南美洲、非洲那裡 去拿這些這樣的資源 甚至乎的手也都甚至乎去到美國那裡 美國如果有地方有新的擴產 它們都會去投資去買 那如果你說數到現在連Lithium 製造鋰電池的那個Lithium 都成為了這種這樣的資源之一的時候 那其實你都會看到的 中國的公司在海外上面 在全球全方位投資這些擴產 包括Lithium的擴產 它們是佔了很多的 那甚至乎美國曾經都有一個的 主要的潛在的Lithium的礦 其實大部分的持股 都是掌握在中國大陸手中 那所以到你如果純粹看那個統計數字呢 今時今日為止呢 中國有能力去自豪於自己能夠支配了你 這一種這樣的礦物的資源呢 是有根據的 那它們不單於礦是可以掌握得多 然後提煉礦那種技術的產能也都多 它不只是有個材料 它連怎樣把材料準備煉來可以準備做電池 它們也都是佔最大的生產力 然後整個電池的生產 整個供應也都是 整個生產過程 它們也都是佔最大的份額 然後所有的電池 除了要用Lithium作為材料 其它的材料 它們也都是壟斷這個份額 你去到我們很熟悉你說Tesla 它的電池其實超過一半 是需要依賴在中國勢力範圍的 鋰的礦資源和鋰電池的生產資源 那這個連Elon Musk自己 他都意識到這個是一個風險來的 那是不是說對於美國歐洲是完全沒有動作呢 那當然不是的 那如果你留意新聞消息 其實最遲最遲的 去到Donald Trump時代 開始已經整個鋰資源爭奪戰 就公開浮面了 就變成一種公開的資源爭奪了 差在尾是宣佈了成為一個 戰略物資管制出口的意思 但是很多你見 無論歐洲它著重 要建立自己的鋰電池的生產線 美國要重新去開發自己手上擁有的 一些潛在的鋰礦的礦產資源 其實已經提上了日程了 所以你看看今天中國那些統計數字 可能去到五年後 整個數字會有很大的變化在那裡 而這些擴產其實是這樣說的 雖然現在這一刻你可以佔到大部分 其實這些東西在地球上面很多地方都有 為什麼在傳統的歐美社會 好像佔的份額越來越少呢 就是因為他們在提煉的時候 那個成本越來越高 他們要守的環保要求越來越高 面對那種環境 就是周圍環保團體的壓力越來越多的時候 他們寧願將風險問題外判了 所以很長時間 就是長期累積 對中國的擴產和他們的生產線 就造成這麼大的依賴 現在他們找到更好的方法 用一個不夠中國便宜的成本 都可以生產到自己的戰略資源的時候 他們一定是會準備自己的生產能力在背後 好 陳博 如果我們再問 如果真是南華早報講的那樣的電池 就是中國發明了一個新的電池 其實是否都是這樣說 暫時未見到它有什麼壟斷性的技術或者優勢 真的會令到整個電池爭奪戰那裡 會有些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暫時看就沒有了 南華早報的消息說得很有趣的 它說到美國經常禁制著這些技術不給出口 現在其實我們這個新版的電池 都準備去和美國合作 也都出口在美國生產了 和你分享我們的技術 不過美國反而就說這些技術就不交流了 就不給 好像在那裡給了一個態度 就是我有正的東西 你就走保 都不懂得要這樣 這裡這樣說 這個說到底就是一個鋰電池的技術 而這個技術本身的核心成份有多少呢? 就不算很多 就是說講得簡單好還是不好聽 如果你在那裡不知道怎麼找到回來 一拆開就可以自己複製到的東西 另一方面譬如說 你就算美國那些晶片技術 我給你拿到那些圖紙回來 給你買到一顆回來 你對著你自己都沒有辦法去做得到 但是鋰電池這些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在那裡 所以說是不是叫做 都是一件厲害的東西 但是不是厲害到一個地步 可以成為一個有叫震能力的一樣技術呢? 那就還不是 當然你說是不是中國 還有一些厲害的東西還沒拿出來呢? 有的 譬如你說到量子層面那些 這樣就會有的 但是在電池層面 這次南華早報說這個呢? 你純粹說 一個小小的電池技術進步 就是這麼多了 其實 嗯 所以就給人感覺 就未必去到晶片啊 晶圓那些科技 就是會可以呢 扼殺對方的那個戰略資源 是扼殺到一個很壓迫的位子 我想就都 中國美國在一個電池爭奪戰上面 我想都不會完的了 就是經常都講 例如之前我們講的 無論是你5G、6G 就是你都有那個話語權在那裡 就是你那個制式等等 一直這樣發展 所以就 我們繼續看啦 就是這裡的中美電池爭奪戰 應該都仍然是相當之激烈的 那當然你說衍生到那個武器 就是那個電池上面再將那個武器 包括那個能量再提升啊 就是更集中啊 更高能的武器的發展呢 那這個都是其中一個方面的發展啊 那我們就 節目裡面呢 我們會繼續為大家追蹤著的 好 那就 謝謝大家一起播一下 那我們就 這一節就來到這裡先 那大家記得幫我們like 還有也都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 那我們就在其他的截數 再跟大家再見 好 拜拜 拜拜